有时候呢 关于 Proton 的消息呢 我们在上网搜一搜呢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在网上面搜到的 然后有时候呢 Proton 自己在高层也会爆料 就是讲他们未来的产品或者是新的计划 那么最近呢 Proton 的高层就自己爆料了 他们未来的新引擎计划 然后事实上呢 我们在之前 Google 的时候 也发现了 Proton 新引擎的一些注尸马迹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因为在未来呢 Proton 除了 除了这一个纯电动的车款之外呢 他们也会有真正的 Hybrid 而且呢 1.5 公升的四缸涡轮增加引擎呢 也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哦 想不想知道这些引擎有什么细节呢 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我们先来讲电动车 一般上呢 Proton 在新产品上市之前呢 他们会做一个 Market Survey 就是邀请一些 Potential 的 Customers 或者是现在的 Customers 去测试一下或者是接触一下那个新车 那么在之前呢 就有一些他们的 Customers 呢 表示呢 Proton 邀请他们去一个 Survey 他们见识到了 Proton 潜在 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电动车 那两车就是这个吉利的熊猫 Mini 这两车呢 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然后原厂其实也没有否认讲他们不会引进这款车啦 只是他们认为如果要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五门版的这个熊猫 Mini 呢 会比较适合马来西亚市场 因为目前在中国贩售的熊猫 Mini 呢 只是两门的版本 那么回来会不会引进呢 这个我们先不要讲先 然后在之后呢 这个 Proton 的 CEO 李春龙呢 他就在一个公开的活动上 也就在今年的这个春节活动上面呢 他就表示 Proton 未来会有电动车 而且不止一台 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还蛮震撼的 他们本身是有电动车计划的 而且是一次过会 Launching 几台 那么第一台除了可能是熊猫 Mini 之外 下一台什么车呢 那么最近呢 吉利在中国市场呢 就申报了一辆新的 是这个吉利银河 E5 然后吉利也重点表示 这款车并不只是为了中国市场打造 而是为了国际市场打造 也就是讲呢 同步开发又驾车型 我们都知道呢 吉利跟 Proton 关系匪浅 那么这个银河 E5 是不是 Proton 的另外一款电动车呢 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的 那么接下来呢 另外一些蛛丝马迹 透露出 Proton 要推出电动车的就是 目前 Proton 在全国各地 一些特定的展示区 或者是 4S 中心呢 他们建设了这个 DC 交流电快充 这个是跟这个 Gentari 合作 那么 Proton 一开始的官方说法 是为了这个 Smart Hashtag One 而设立的这些中心 但是你想一想 有可能为了 Smart Hashtag One 做那么大的动作吗 实际上 ProNet 也就是 Proton New Energy Technology 呢 他们负责的并不仅仅只是 Smart 而已 未来呢 他们也会负责 Proton 的电动车 所以呢 这些就是 Proton 为了电动车而做的准备啦 我相信最快在今年年尾的 Clips 吉隆坡国际车展上面 我们就会看到 Proton 的首款电动车 讲完了电动车 那么接下来就要讲到新引擎 你没有听错就是新引擎 其实呢 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国的媒体 Fantasico 就曾经爆料说 Proton 呢 未来会有一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然后你在 Calantia 去年发布的 这个 Proton S70 上面 它的车型分类分别是 Executive, Premium, Flash Sheet 跟 Flash Sheet S 少了 Standard 对不对 那么据说呢 这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就是会出现在这个 Standard 的版本上面 为的就是把这个 S70 的价格呢压低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是从哪里来的 根据 Fantasico 的爆料呢 其实这具引擎是一个 极力旧的 1.5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啦 然后它的马力扭力都不是很出色 那么这边我们就不讲这个引擎 那么是不是真的这个引擎呢 然后呢 我们再去 Google Search 一下呢 发现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呢 根据一些工程师的说法呢 目前 Proton 已经开动 在这个 Tanjong Maling 引擎生产线的升级计划 而之前呢也有消息指出呢 Proton 会在本地引进这个雷神动力混动 那么讲这个雷神动力混动呢 我们就要讲到 Gili 本身的引擎计划了 其实目前 Gili 在 中国市场呢 它们已经开始采用新一代的引擎了 这个引擎你看下去呢 它们的相似度都非常高 它拥有 1.5 公升 GDI 自然进气引擎 1.5 公升 4 缸 GDI 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混动专用涡轮引擎 它是一个系列的模组化引擎来的 那么这个引擎最大的特色就是呢 它的热效率可以达到 43.32% 配合这个 Gili 独立开发的三档混动 它可以实现 1200 公里的续航 而且这个混动并不是单纯的 HEV 而已 它还提供了 PHEV 还有 REEV 所以真诚是混合动力三种选项 那么听到这边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会很奇怪 Proton 会引进哪一种混动呢? 很简单 Proton 会引进的混动是 PHEV 因为在之前一项活动 Proton 的这个 Deputy CEO Eunjet Rostan 他就有讲到了 2025 年 Proton 会有 PHEV 所以很显然的这个 PHEV 系统 很大可能就是来自这个雷神动力 那么原厂也不会为的只是一个雷神动力 它就去 set up 一个新的工厂生产引擎对不对? 所以根据之前结合的爆料呢 Proton 会有全新的 1.5 公升 GDI 自然进行引擎 1.5 公升 4 缸 GDI 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雷神动力混合动力引擎 所以大家听到这边是不是很兴奋呢? 不过啦 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啦 虽然 Proton 表示 2025 年会有这个 PHEV 的车款面世 但是全新的涡轮引擎呢 最快要到 2026 年才看得到 相信那个时候呢 会率先使用在 Proton S70 跟 Proton S50 等等的主力车型上面 所以这个应该还需要再等待一段蛮长时间啦 那么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呢 会使用在什么车款上面呢? 除了我刚才讲到的这个 S70 的入门版之外呢 目前坊间有小道消息指出就是讲 这一个 Proton 会把 Saga 跟 Persona 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款全新的车型 这款车型也是预计会在 2026 年面世 所以你把所有的细节拎起来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很多巧合? 各位有讲到啊 Proton 这个新的引擎 会在 2026 年才开始使用在新车上面 然后又 2026 年又有一款新车 等等等等的细节 你就可以见到 其实 Proton 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虽然目前我们知道 Proton 的产品更新 是可能是真的有一点点慢的 但是它这个慢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啦 未来如果这些动力配置都引进 Proton 的新车之后呢 Proton 的这个影响力跟它的竞争力 应该会大大的加强 那么今天影片讲到的细节呢 除了坊间留言跟工程师透露之外 还有一些是 Proton 搞成自己透露的消息 所以总结呢 我觉得这个消息可信度是很高的 那么在萤幕前的各位认为呢 这个引擎的表现会怎么样 欢迎你在影片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然后提醒各位 现在已经是 2024 年年中了 所以 2026 年其实也没有很远了啦